熟龍 熟龍不錯 剛才說牛龍羊狗四個生肖 才運不錯 然後龍排第一 因為其他三個生肖都是范太歲 因為熟牛犯太歲 熟羊蔥太歲 熟狗就是太歲雙營 熟龍即使人家的廟門說你犯太歲 又說太歲雙營 就不用理會 因為熟龍他們說三營六充 什麼叫三營六充 隔三個生肖 六個生肖 三營六充都說范太歲 熟龍今年又不是范太歲 又不是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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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生肖 才運不錯 不過桃花今年就一般排第九 因為又不是桃花年 又不是雙合年 一個很平穩的年 所以普普通通 急聲方面有太陰女貴人之助 今年才運排第一 又有女貴人之助 上司拍檔下屬女人都特別容易有幫助 空聲方面雖然有天煞 碎煞 冠索 歐神 和卒步 全部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生肖 沒有什麼特別要留意 所以財運排第一 就是這個意思 財運不錯 有太陰吉星 空聲全無 即使你生在這個 八月八十六三月六之前 運氣麻麻地 都好 因為你在這個 一九 就桃花年 二零日太歲相合 去到二一來講 財運都是不錯 所以即使走進逆運都 都好 其他走進逆運的生肖 如果你是生在三月六至八月八 就平命熱命人 又加上走進 還看高一線 所以熟農的你基本上都是不錯的 跟著輪到熟蛇 熟蛇的 今年的太歲搖合 搖合本來人員是不錯的 為何寫財運排第十 因為其他生肖好過你 不是說你特別壞 因為今年搖合的 年有遠方貴人輔助 什麼叫遠方貴人 如果你做的 要跟外國接觸 或者做的經常接觸外國人生意 那你就看高一線 那即使不是都好 今年來講都OK 因為今年的吉星有金魚和三胎 金魚和三胎都是地位提升 有進步 所以財運雖然排第十 其實事業 如果打工來講有地位提升 即使做生意都好 財運一般都好 都不是差得很緊要的 那人員方面 因為太歲搖合就不錯 所以人員方面就排太六 那除了其他人的雙俠生肖 桃花生肌好過你之外 其實都是不錯 是一個中上的人員運的生肖 那吉星剛才講過 有金魚和三胎地位提升 有進步 空星比較多 所以排財運 排到你第十 就是這樣 因為空星是非父官父連父 突而其內 官非是非人事不和 那五鬼小人星 天空心情不開朗 姐妹容易被人督背著 講是非 那官非是非人事不和 不一定犯官非的 可能抄牌忘記給錢 上了法庭再罰你多些錢 又或者亂過馬路 亂食煙 或者現在不戴口罩 被人罰錢 都要叫官非 那五鬼就不用理 那五鬼小人星 我經常講 小人的東西 可能能力不夠你大 才能不夠你好 那經常喜歡睹你背著 那些小人就不用理他的 那天空呢 就容易悲觀 看一場苦情片 都哭得一句句 哭失幾打字子 那天空就沒什麼所謂 我經常講 有時哭一哭 感情的書法來說 都比你的情緒 有一個平復的機會都不錯 那子貝就更加無得搞 因為名槍二黨 暗戰難防 說明子貝 督你背著 背後講是非 你都不知誰 那唯有做好自己 所以屬蛇的你 雖然財運提提實 其實事業 尤其是打工一族都不錯 有地位提升機會 做生意 那你就一般 人員方面 就中游的生肖 那接著是屬馬 那屬馬 都叫做犯太歲的一種 叫做太歲傷痊 太歲傷害就很輕微的 因為第一是刑 第二是衝第三 刑衝破害 是的 害排第四 不是很重要的 那犯太歲 衝太歲 刑太歲 破太歲才到你害太歲 害太歲 害太歲來講 就很輕微很微 我有時都會不記得 寫都有的 那害太歲 就是代表少少的是非 又不用專程留意的 那所以今年來講 你桃花排第三 為什麼這麼正呢 因為今年叫做 咸池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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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好的桃花 咸池桃花 對男女關係 就未必有大的作用 因為咸池桃花 就叫做霧水桃花 什麼叫霧水桃花 如果你是單身的 容易跟已經相識的人 突然走在一起 突然容易散 容易改年來改年走 那如果結婚的霧水桃花 當然不要制 三個關係 就搞到一鍋好 那如果把霧水桃花化成人員 分為人員就好 因為霧水桃花 尤其是做些事 尤其是做些工作 經常要接觸群眾的 比如保險地產 甚至乎 做體診算命 美容化妝 經常要接觸群眾的工作 特別有利 所以桃花就排第三 運氣來說 財運和事業 就排第七 因為雖然醜五傷害 叫太市傷害 其實就不是很嚴重的 憑努力來說 都可以看高一線的 但是 都要看你 究竟春夏秋冬 什麼人出生 那我講你財運排第七 就講你春夏天出生 因為春夏天出生 始終正在走運 所以財運來說 都是中游的生肖 雖然今年范太歲 是非比較多 空星又比較多 但是都是叫做 慢慢慢慢進步的 但是如果你生在 8月8之後 7月6之前 又加上今年 又太歲傷害 又一般的 只有一顆星 叫做 月德逢空化吉的星 今年來說 就不求有功 彈求無過 就不要那麼積極 那吉星方面 有月德 剛才說過 逢空化吉 那空星是什麼 鹹詞不可以計空星 除非你變成三個關係 死乎是小疾病 小浩小破財 那小破財 如果平時你想買那樣東西 又不捨得花錢去買 那你就借今年 小浩來講 就買了它 一來認了破財 二來買到心頭號 就不用白白洗錢 所以屬馬 屬於比較中間